透過各種學習 探索 質疑 試探等內容 幫助孩子了解不同的質疑變化 也能找出自己的興趣方向 品科大師資培育中心下鄉 芝加東國中進行使懷者精神教育服務 透過多元教育導入營隊課程 實踐使懷者精神 我們是國立品東科技大學的師資培育生 我們舉辦了使懷者這個活動 已經有20年的時間了 我們的主要目的是希望 透過這個服務 帶領國中的孩子們 對於未來有一個職業的探索 透過高職我們所學到的實作部分 帶領他們進行操作 對於未來更有了解 更有規劃 透過當生活與自然預見下令活動 應對於多元學群探索 來發掘孩子的興趣 如生太平的製作 獨具特色 我希望我帶領學生做這個生太平 那我會大概先介紹裡面的水草 還有生物 有一隻蝦子 對 那我希望他們可以在製作生態瓶中 了解這個生態瓶的循環 另外還有鋁線創作 將各種領域課程透過創意呈現 這是為了我們想要讓孩子能夠自由地 用鋁線創作繞圈 在殘繞的時候能夠獲得心理上的平靜 另外由動序科帶來的蛋瓶診釋也很吸睛 我就是帶實體來給他們展示 然後觸碰讓他們體驗看看這些平常我們不會碰到的 的家庭的蛋類 透過多元舌群的探索讓參與學生打開眼界 也能透過實作模式更了解原本課本生硬的學習內容 我在這邊學到如何種植苔藓還有一些樹木跟一些房屋結構的技巧 死懷者的影對就是幫我複習了之前學到的內容 就是裡面有提到像今天做的防震的內容 在我們上個學期有學到 施培中心強調教育服務以往都以課業輔導為主 近幾年導入職業試探 施培生透過水苔求生太平等農園設計跨領域手作活動 讓國中生進行職業探索也能實踐教育服務熱誠 記者不聽張志豪採訪報導